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是黄鹤楼的一个传说 这也是我 因为旁边这是白云 上面有一只黄鹤 驾着仙人飞走 这就是我们武汉的黄鹤楼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来作画 首先在画之前 我们想一想这个构图 这个中间 我准备把这个黄鹤楼画到这个右下方 然后周围都是一些云雾缭绕 用这些云来绕在这个黄鹤楼的周边 然后天上有一只黄鹤正在飞去 准备已经想好是这样去画 那么我们就拿笔画 我们就还是用这个狼鹤的笔来勾线 用墨不能太浓 淡一点 首先画这个屋顶 勾的时候呢 要心有成熟 一样它这个中国式的这个瓦片 一样它这个中国式的这个瓦片 像琉璃网 这是这个顶 它这个黄鹤楼的这个屋顶嘛 就像那个黄鹤的翅膀 展翅分享的那种 好奇 像很多很多的黄鹤正在往天上飞 它有这个隐喻在里面 这是这个盘 好这是下面的这个 这两边 它有一种层层叠叠叠的 黄鹤楼一共它是有五层 但是在传说中的那个黄鹤楼呢 一般最古老的我们是三层 还是后来 后来把它加了两层 就是就是最后最终 现在我们武汉的黄鹤楼是五层 它每一个 我每次画黄鹤楼的时候 我都感觉到 那个 它的这个屋颜就像那个黄鹤的翅膀 就像那个黄鹤展翅飞翔的那个翅膀 你整个的去看那个黄鹤楼的话 它就像一个很多的黄鹤在一起展翅高飞的那种感觉 这是它那个旁边的这个木的那个 然后我们就不停的重复 一共有五个 这已经有四个了 还有最后一个 黄鹤楼其实画起来也很好画的 你只要记住 记住它这个每个屋颜就像黄鹤的翅膀 把它当成黄鹤的翅膀去画 你就觉得很好画了 这一块呢我们还要留一个地方 因为这一块我待会有一撮云要过来 所以我这个位置要空着画 我这下面的要大一点 最后这是最后一层 黄鹤楼的周边它有很多这种 像栏杆一样的 很多人上去了就在这个栏杆 这里可以关紧 然后下面呢就是 那个像都是一个个这样的柱子 前面的柱子稍微往前一点 这边呢我就不画了 待会要画均匀 好 今天呢我们的黄鹤楼呢就是这样的 大家知道首先知道黄鹤楼是一共有12345层 而且它的特别是它的颜 你要是会画它的颜你就会画黄鹤楼了 所以说它的颜就像那个 好多的黄鹤展翅飞翔 你要这样去想 它就可以会画这个黄鹤楼了 那么今天呢我就把这个黄鹤楼 这节课勾勒出来了 那么下节课呢我再来画云 包括天上飞的黄鹤 我们下节课 今天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